今天呢就来教大家卷头发 我经常有一款发型 大家应该很常见 羊毛卷 因为我喜欢看起来头发多多的感觉 那种很浓密 很雌穷 很凌乱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直发 其实我很喜欢嘛 但是就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喜欢的 我可能扎一点会干净一点 所以我教大家一款 就是那种扎起来会很好看的 孔子爱吃头发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加热这个卷发棒 它是这种三股的 来测试一下温度 放在里 先不要 先不要不要 开始 就拿出一柳 从根部 这样 放 你看它就有个弯吗 这个真的很冷 我有时候就会 夹得就很无聊 静静地等待它 这个根部一定要过它 夹股一点 这样你夹头发的时候 它这里就会有那种 凌乱感 蓬松感 平时夹头发的时候会干嘛呢 就这样看着镜子啊 欣赏自己啊 就这样等待 要不就放割 一般夹头发 还花多久 15分钟 20分钟的样子 我特别建议头发少的妹妹们 就可以尝试这个卷 就会现在头发很多 头发好多哦 漫无知情人 你有没有说过剪那种二次元六海 就很短的那种吗 有点短的 就到这里吗是不是 不敢 颜值 我以前剪过短头发 我在说我很胖的时候 这不着死吗 剪完我天 颜值简直跌到屁股 然后我就把那段实际的照片 抖详了 没有留下任何案底 而且我还是剪的那种层次型 一边长一边短 你们知道那种 纱炫头 能对剪短头发之前的自己说什么 减减肥吧 不减肥什么都不要轻易尝试 你有没有什么减肥绝招 我家里 待两个月你就瘦了 尝尝我妈做了饭 你贴瘦 我都说了 我真正瘦的那个阶段 就是上一个过年 过年应该是一个长胖的时段 我竟然瘦了 就是因为 这年没有什么好吃的 那你爸爸会做饭吗 我爸爸还行 但是我爸爸做饭 就是容易把那个厨房 搞得很脏乱 然后我妈妈又是个 极其有洁癖的人 所以这两个水火不容 就不让他做 做完就说 这个厨房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爸说厨房就是用来做饭的 就是因为搞得脏乱之后 再收拾的 为什么做饭的时候还保持它的干净清洁呢 我俩人就吵架 现在生意边已经卷完了 大家看出了 感觉吗 然后你可以把它打碰一点 如果你不想那么碰 你就可以让它那样保持 你看这个是植发 这个卷发卷发就可能有点小时尚小性格小狂野的感觉 我上一次去那个理发店三次也没出来去发店 我活生生凌晨四点才离开理发店 染头发辣加什么什么的 带了超级久 坐在那儿我才自个业头 如果你夹完之后觉得你头发太炸了 等会儿就揭晓 其实这时候就要用到另外一个锯盒 最后一个烫完了 那现在呢 就是长这个样子 很烹对不对 就有时候可以放一边这样 好 这边我们就加热一下 把它铝平一点 就让它不要那么久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扎起来 扎一半 流出你需要的头 因为我有刘海 就把刘海分界线 它这样勾起来 然后上面因为它有 你之前夹出来的那种纹理 它就不会很贴头的眼睛 然后两个眼睛的紧的话 这样对对 同事头发出锅 好了 那我的头发就已经出锅啦 那你们学会了吗 然后一定要不要烫到自己哦 结束啦 拜拜